这是一个属于剑与魔法的强者事情 勇者大 而此时此刻 女魔王正对所有种族霸起了绝对的挑战 然而 在女魔王碾压般的实力加持下 魔王军的进攻势如破除 各族王城被纷纷击 就只剩下人族在顽强抵抗 但随着人族的内部叛怀 王城的最后一道黄线也彻底崩坏 人族宣告战畔 就这样被称为史上最强的魔王伊丽莎白 正是登顶这个世界成为这里唯一的王 伊丽莎白 也以为你这样就真的赢了 未来依然属于我们这边 传说中的勇者会将你彻底击败的 阿罗老师 请你弄清楚状况 现在女王大人不是征求你的意见 而是命令啊 明白了吗 我背 你这个师父赢敌的人族半徒 王妃 我还把你当作传说中的勇者来没有 废话真多 既然你如此怀念我那没用的父王 那我现在就送你去见他好了 平手 你说未来会站在你那边 本王终将失败 陛下 卑微的人类啊 你最好给本王几事清楚 否则 本王有一千种方法 能让你比死更熟 没错 在未来世中我看到了 他们传说中的勇者拔出圣剑之时 就是魔族同志的结束之日 圣剑 就是插在大殿石台上的那马 这个秘密 我是绝对不会告诉你的 我是绝对 不会出卖人族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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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传说中的勇者拔出此剑 就能获得挑战本王的资格 有趣 那本王就在此地 好好恭候他的到来吗 在女魔王绝对的统治之下 各个种族之间的一切守旧和不平等规则都被废除 所有人都能平等相处 没有了纷争 大家都安居乐业 发展所长 很快 勇者大日 就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盛世 葬绝口呢 甚至因为担心难得的隔平未破 还出现了反勇者联盟 坚决反对所谓传说中的勇者的道路 所以 关于传说中的勇者 还是没有任何消息吗 回陛下 清灵族已经发动所有树木昆虫去寻找了 也依然找不到丝毫 关于传说中勇者的消息 在收集情报这方面 我们矮人族不太擅长 但根据各个武器商店的集中反馈 也并无发现可疑人物 吴认为 即使那位勇者真的出现 也不过是妄想以一己之力 对抗我们所有人罢了 根本不足为据 那里是多德 你刚来所以有所不知 陛下不是惧怕那位传说中的勇者 相反 陛下很想他到来 当初 为了应对那个预言 陛下可是把各种古籍魔法和战斗术 都彻底研究了个遍 只要陛下愿意 瞬间就能让整个勇者大陆灰飞烟灭 都怪巴罗那个白痴 什么未来事 简直就是一派胡言 有陛下的统治 是我们所有人的福气 传说中的勇者就让他去死了 反对勇者 反对勇者 谁是一说八罗 八罗就到 反对勇者 反对勇者 拥护魔王大人统治 反对传说 勇者到来 给本王好好解释一下 那个预言中的勇者呢 其实 未来事 也不一定准确的 当对象 是远超预言所理解的存在时 正如 殿下你 没错 拿那种无聊的语言套用在陛下身上 已经是天大的冒犯了 陛下根本就不必解怀 微臣最近有新的研究 滚一边去 遵命 一群废 本王登顶世界之天 知天下之牛啊 不是为了等那个传说中的勇者来挑战 然后沦为他成名的垫脚石的 本王参透勇者大陆所有魔法 既经千辛万苦 才创造出灭世魔法 来等候你的挑战 现在你居然连人影 那本王所经历的痛苦 岂不就是个笑话 好 既然你不来找 陛下 你该不会想要 不要啊 陛下 那就由本王来找你好了 丑青叶 烧着我 烧着我 会吧 本王大人真的要把神仙拔出来了 谁说这箭 只有传说中的勇者才能把出来的 那 呦 原来你躲在这里呀 深渊魔法 强制传送 魔王大人 求求你求求你 请让我继续侍奉你所有吧 我 我的主人 一力下班 众田 真是快乐 我叫乐平 现实中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 生活平淡无奇 不爱打游戏 也不爱看动漫 唯一的乐趣 大概就是在通勤的路上 刷刷自己喜欢看的短视频 接下来教一下大家正确的是非方法 首先不同种类的 从胭脂酸酸开始 这就是螺丝粉的制作权过程了 这只兔子好像中暑了 我们带它到河边看看 唉 真羡慕啊 要是我也能过上这种生活就好了 那然后 我就来到了这个世界了 在新手系统的指引下 我慢慢学会了这里基本的生存技能 其实关于异世界的事 我真的一点也不了解 不过也无所谓了 这样的田园生活 不就是我想要的吗 感觉身体比上班的时候 健康多了呢 玩家也好 经过这段时间的新手培训 你已完全符合离开新手村的条件 请开始你的冒险啊 现在这样不挺好的嘛 为什么非要离开这里呢 离开新手村之后 你会遇到这个世界各种各样的其他人 你可以拜他们为师 学习各种剑语魔法的技能 成为传说中的勇者 击杀大魔王 所以请开始你的冒险吧 但我根本就不想击杀什么大魔王哎 我只想好好在这里继续生活 不行吗 那当然不行 小灭大魔王是玩家的任务 请开始你的冒险吧 警告 警告 请开始你的冒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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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一直都在催促我离开新手村 去开始冒险 但貌似他除了弹窗之外 也不能拿我怎么样 管他什么大魔王 老子就要这样一直生活下去 因为这里有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线 可以让新手村完全隐蔽起来 以保安全 而且 节线里面有着一天远超24小时的时间体改 也可以让我做更多自己喜欢的事情 耕铁 狩猎 短造 虽然我对剑语魔法依然是一小步 但对于不出去冒险的我来说 这些根本就不重要 我新手任务的积分兑换 从零开始 我慢慢打造出属于自己理想的田园之架 只到某一天 岂有此理 在这个剑语魔法的世界 每天就知道种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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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本系统的剑语游言不济 这打门子是传说中的勇者呀 就知道好本系统的新手积分 去兑换维修工具 一点剑术和魔法都不肯学习 本系统的各种冒险辅助功能 是一点发挥工业都没有 我恨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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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早日 被大魔王杀死吧 于是系统就崩溃了 然后彻底的消失不见 真好 满完一天 肚子都饿了 柴火好像不多了 先准备一下吧 对 早上出去砍柴的时候 把大众给忘在树林了 不会吧 这个时候 本王找到你 传说中的勇者 突然就要下大雨了 我的衣服还有鱼竿啊 好在来得及 不然 我的鱼竿和腊肠都要报废了 王材别闹 要下雨了 赶紧回到屋里去 喂 啊 嗯 王材 好像有什么东西在空中啊 真是够迟钝的 还竟敢用东西来称呼本王 啊 不是的 抱歉 刚才我是没看清楚 怎么突然有人闯进来了 新手村不是绝对安全的吗 先用证一下 等一下 你 啊 啊 哎呀呀呀呀呀 什么东西 突然飞到我手上了 这到底 是怎么一回事啊 兽奸而法的时候 是不会解 但其魔力感应至低 甚至连普通士兵都流伤 难道是在隐藏实力 无奈史上最强的魔王一力杀白 今天 不就要将彻底抹杀 魔王 怎么还找上门来了 我可没有离开过这里啊 闭嘴 傻狗 你别激怒他了 深渊魔法 故种灭绝 我明白了 这戏龙所说 勇者和魔王的相遇是不可避免的 即使我不曾离开过新手村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但目前为止 昏冬还是个新手猜忌 但终结果却找上门来了 所以除了日冰 我还能怎么样 或者说 该知足了 能在这里过上这么一个快乐的时候 我已经死了 最后 就让我和这个家 一起重归于林吧 刚才那家伙冲着本王笑 是什么意思 尽管放马过来的 岂有此理 狂猛的家伙 受死吧 本王就说 本王就说 只不过 在本王夜前 一切结为下腾 是 是魔法 本王已经没兴趣再去试探 就这样吧 当心 广告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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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的密室魔法 被破解了 他在屋里究竟做了什么 尽管来吧 我做好觉悟了 没想到 到头来 被小瞧的反而是本王了 少得以往心 到目前为止 本王也不是释出了不到三成的实力吧 无理之徒 就让你见识 什么是真正的恐怖 魔神形态 生死吧 我 我已经死了吧 我这不是还在家里面吗 外面好像没动静了 但那个魔王 不会还在外面等我 那么变态吧 我才 真是抱歉呢 本王将你引以为傲的魔剧给彻底毁掉了 哎 没没没关系 我们就不能坐下来好好谈谈吗 可以啊 在本王杀掉我们之后 岂有此理 却能让本王这只惊醒 这就是预言中 我们结局 真是抱歉呢 本王将你引以为傲的魔剧给彻底毁掉了 没没没关系 我们就不能坐下来好好谈谈吗 可以啊 在本王杀掉了之后 岂有此理 却能让本王这只惊醒 这就是预言中 我们的结局 喂你 你 你没事吧 啊 你要干嘛 啊 本王居然一败涂地 说他如此狼狈 他没有趁机杀掉本王 但是把本王囚禁起来 是想这样已是天下 彰显自己的威风 以为这样就能困住本王吗 居然没效果 又是从未见过的传说纪魔剧 他 究竟还隐藏着多少失忆 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一看就不见了 看来 这个勇者要比我想象中的要邪恶得多 是本王轻敌大意了 你醒了 要杀便杀 别妄想本王会向你低头求饶 魔王真可怕 但这是我唯一活下去的机会 一定要把握住 那个 我们可以好好聊聊吗 对了 手铐 我只是以防万一 你也知道你有多恐怖 不不不不 我的意思是 你也知道你非常厉害 嗯 我想我们之间一定有什么误会 我现在就给你解开手铐 我们好好聊一下 从一开始你就已经误会了 你以为自己很厉害 要挑战本勇者的实力 大错特错 如果你还想活命的话 那就满足我的要求吧 这是在威胁本王 嗯 那个 我给你解开手铐了 证明我真的没有恶意 说好了 我们好好谈谈哈 现在的处境对本王非常努力 强者能居能伸 本王就先忍着你 之后 本王一定会让你 为自己的傲慢而后悔的 那那你先休息一下 大家一定很好奇 为什么我刚才不趁魔王昏迷的时候杀掉他 可这是剑与魔法的事件 身为魔王的他 掌握个复活阶段很正常吧 而且 杀鸡杀鱼包个汤我还可以 杀魔王这种事 我怎么也做不出啊 要化解勇者和魔王之间的矛盾 并不一定要打打杀杀的 只要我表现出自己对他毫无威胁 跟他交个朋友 那我就能继续开心的狗下去 还在嘲笑本王 但是旺财都烂成这样了 怎么 这个东西 就是你的最厉害的模具吗 什么模具 就是我一个人在这里生活 闲着无聊锻造出来的小玩意儿罢了 啊 也可以这么说吧 旺财是我最近两年才研发出来的 这次轮到你轻抵大地 解开手铐之后 本王可以悄悄使用深渊魔法 无限魔力来快速恢复 而你 失去了这个最强模具的屁股 就以后失去了左肩右肩 实力的天秤 已经向本王这笔清醒 把你的东西弄坏 真是抱歉 哇 没关系 记忆卡还在这里 此刻 正是本王 消灭你这个传说勇者的最好时机 也是 魔法 但我提前做了很多在这里 所以真的不用介怀哈 作为陪伴还挺好玩的 但有时候也很调皮 所以我一般都只会启动意志在家里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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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没事就好了 什么味道 哦 我看你晕倒了 所以就给你做了点吃的暖暖身子 弱者才需要进食 本王已经达到了超凡的境界 不需要这些东西 用美食化解干戈 一定可以的 啊 这些都是我用自家种的蔬菜粮食做的 纯天然 请你品尝一下吧 好 好吧 啊 啊 用美食化解干戈 一定可以的 啊 这些都是我用自家种的蔬菜粮食做的 纯天然 请你品尝一下吧 啊 好吧 啊 啊 虽然我对自己的烹饪厨艺还有信心 但它贵为魔王 会瞧的起我这些新手村的东西吗 没有一口 没有一口 肉质都在嘴里面像发射樱花一般死结 不加修饰的天然美味 而且蕴含着极高浓度的魔法命能 这个世间居然有如此极品 啊 太好吃了 让本王都舍不得吞下这最后一口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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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伤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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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食物里面加了什么 啊 啊 呀 我按自己的口味也搞了点辣椒放里头 原来魔王不能吃辣的吗 果然没按什么好心 这个邪恶的勇者囚禁本王 就是想拿本王 来给他做营救的实验 啊 啊 有了 嘿 皮带瘦肉粥 清热下火 一边喂毒 一边给解药了 怕本王闻弄于鼓掌之中 没办法 现在这股奇怪的感觉太能受了 可恶 啊 啊 这是 啊 好平静的感觉 好舒服 什么统治世纪 什么魔王勇者 一切纷纷扰扰 都有五官了 放下一切 放下一切 轻松自在 但也因为这样 我才发现自己原来 如此渺小的 居然通过 把本王带入到境界之中 在两种极端味道的刺激下 本王的实力 再次突破境界了 别撞了 你究竟想怎样 啊 我就想 我们一起研究一下 魔王和勇者 尝试共存 终于说出他真正的目的了 这个世界只有你够资格作为本勇者的研究对象 来吧 我帮你变强 然后你来尝试击败我 可以吗 我会继续给你做好吃的 来侍奉你 尸可杀不可俗 我堂堂魔王 想变强的话 我可以帮你 我也很期待 你究竟能不能打败我呢 算了 算了 他还是要杀了我吗 你给我听好了 我可以答应你的条件 但也请你搞清楚 本王不是因为聚盘 这么做 完全是为了追求实力的巅峰 怕我 怕我什么 不过 你是大魔你最大 你说什么就什么吧 还有 别以为本王在这里生活 就会对你低声下气 本王的尊严 绝对不允许被剑 否则 就算牺牲所有 都要毁掉你 明白明白 那我们就尝试好好相处吧 要研究 就紧果放马过来吧 还有什么好吃的 本王通通通都要 收到 怎么办 事情变得复杂起来了 这些魔王强行闯入 破坏了新手村的保护结界之后 这里的事情 就逐渐跟外界同步起来了 时间同步倒是没什么 糟糕的是 没有了结界的保护 新手村就失去了隐医的功能 彻底暴露在野外 而这里附近出现的魔兽 似乎都不是那么简单 但又因为魔王在这里的缘故 他们都不敢靠近 这不就意味着 一旦魔王他离开这里 我就 乐平 午饭时间到了 怎么还没好呢 是是是 我马上就来 所以 我必须要得到 我说 我给黑雾上 不然都看了你 不然该跟人的系统 有点失望了 系统早就消失了 快来 午饭我做好了 马上 跟我一下 你给我吃的这个薯片 到底是什么毒药 总感觉越吃 本王就变得越懒惰 打着美食的荒子 用这些慢性毒药来麻痹本王 让本王彻底堕落 妄想 薯片高热量啊 吃太多会容易积聚脂肪 人自然就变懒惰 脂肪 深渊魔法 物属性转换 很抱歉 让你失望了 在我体内聚集的脂肪 都被我转化成魔力了 真厉害 魔法还能这么使用 又一个诡计被本王破灭了 怎么样 很失望吧 你说什么都是对的 吃饭吧 今天的午饭 也非常合本王的胃口 我就不客气了 不够我再做就是了 多吃点也无所谓 看来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要跟魔王一直这样猪下去了 他的意思是 你太弱了 养肥再杀 还有甜品 我去给你拿 够了 还真的把本王当猪养不成 这一年来 我们都已经突破了十几次 怎么说也该有挑战你的能力了吧 现在就来决于死战吧 是伊丽莎白你最爱的布丁啊 好爱 快给我 好在这个魔王也不是那么难伺候 只要吃的给大卫 就能让他平静下来 死力 哇 是你见老总 伊丽夫 等下爸爸来拖着他们 继续往前 去到城镇就安全了 不行 伊丽夫怎么能丢下爸爸你 自己一个人逃走 听话 我答应过你抹剑 一定会好好守护你的 大鬼鬼花 必须速战速决 使出最强的招式 英雄战 黑暗工会的使徒不是你能对付的 爸爸也不知道能逗逗他们多久 赶紧走 老公 疲惯 你不什么 还没关系 不 眼眺 老公 老公 老婆 老公 老公 我跟你們回去請你們放過我爸媽嗎 啊 要死 哎 啊 啊 大哥 危險已經解除 剩下這兩個無害的人類怎麼處理啊 這只傷害無害的人類我把他們帶回去跟主 怪物 啊 這個奇怪的地方是哪裡 還有爸爸他人呢 對了爸爸他受了重傷的如果不及時救治的話 爸爸你一定要堅持住啊 爸爸 哇 大叔練成這樣應該花了不少時間吧 作為一名戰士身體素質是最基本的 這就是異世界的戰士職業嘛 真是太厲害了 哇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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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死了 誰讓你這條笨狗把仙杂人帶回來的 哇 哇 哇哇 啊 哇哇哇哇 virいた разработ 一定得 Claudia 哈 昔 在讨好救命恩人哪 啊 是这样的 既然醒了 那就赶紧滚 我警告你 本王先来 那个 那个 难得有客人来 我们进屋里说吧 实在抱歉 我这里是农村地方 没什么好东西招待两位 这是我自己炒的麦茶 请 爸爸 这就是你说的 哼了之后就立即痊愈的神奇药水吗 太夸张了 之前我就给你问了点冰凉的井水而已 抓着两个弱小的人类回来 乐平这家伙究竟又想搞什么邪恶的事业 可恶 意思是本王还不能满足你吗 虽然 当时我已经意识模糊 但依稀记得 要不是乐平先生 你出手相救 恐怕我就再也见不到女儿了 那如此珍贵之物 我们真的可以喝吗 你们冒险者说话真好听 真的不用客气 那多谢乐平先生 这是 伊利弗 我们的魔力等级都直接突破进阶了 是啊 连母亲的精灵血脉都得一觉醒 耳朵都长得出来 的确都无所谓了 来 我给你们再签一杯 够了 够了 乐平先生 真的够了 乐平先生究竟是何方神圣啊 我们这种小人物可经不起这般折腾 好吧 我也很想用零食和饮料来招呼你们 但那些都被伊丽莎白给霸占着 拿走的话 可是会惹到魔王的 其他东西都是本王的 你们想也别想 没什么可以招呼你们 实在抱歉 已经很好了 话说 博斯大叔 你们怎么会被袭击啊 如乐平先生你所见 因为伊丽弗 他体内的精灵血脉 我母亲是精灵族的圣女 和父亲相爱之后生下了我 但精灵族向来是严禁和其他种族通婚的 哦 所以是精灵族的人正在抓你们吗 胡说 种族之间的通婚禁令 早就在魔王一 我母亲是精灵族的圣女 和父亲相爱之后生下了我 但精灵族向来是严禁和其他种族通婚的 哦 所以是精灵族的人正在抓你们吗 胡说 种族之间的通婚禁令 早就在魔王一统天下之后废纸呢 哎 说来话长 自从伊丽弗的母亲被迫回到精灵圣地之后 我就带着伊丽弗隐居起来了 我明白了 然后精灵族还是发现了你们的存在 所以派人来抓你们 原来是异世界的罗密欧与朱利叶啊 因为我爱人的牺牲重回精灵族 所以他们已经决定放过我们了 这次追杀我们的是魔狱那边黑暗工会的使徒 魔狱 黑暗工会 难道是 你什么意思 对不起 对不起 给我好好讲清楚 魔狱哪里来的黑暗工会 他们抓精灵族做什么 据说是黑暗工会正在做神秘的人体研究 企图复活曾经一统天下的魔王伊丽莎白 精灵族就是他们的素材之一 以至于连未觉醒血脉的我都成为了他们的目标 都指名到姓了 还说跟你没关系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我知道 我当然知道 爸爸 他们在说什么 别躲视 看来短短一年时间 外面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是谁跟你们说魔王已经死了的 难道不是吗 魔王伊丽莎白已经消失整整五百年 如果她还活着的话 应该早就回来继续统治天下才对 五百年 伊丽莎白在我这才住了一年多啊 那传闻有说她是怎么死的吗 根据违宪记载 魔王伊丽莎白是被传说中的勇者讨伐杀死的 据说那场战斗持续了整整一个月 最后传说中的勇者为了保护勇者大陆 跟邪恶的魔王同归于尽了 大胆 爸爸 就是静 静间 不对 这是单纯的杀意 那个传闻 是假的 没错 因为我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勇者 系统是这么说的 而她 就是你们所说的魔王 伊丽莎白 你们口中那个魔王大人被本大爷囚禁在这里咯 快消灯 够了 我不奉陪了 臭乐平臭乐平 我明白了 你救这些人回来就是为了羞辱本王 吉人太世 乐平先生 拉脚了 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我也不知道啊 都先冷静一下吧 看来 在伊丽莎白打破时间前线之后 导致这里的时间变得紊乱无序 直到完全同步 外面都已经过了五百年了呀 没想到 五百年前的真相居然是这样 魔王跟传说中的勇者相爱 于是放弃了天下 而选择隐居起来 就跟爸爸妈妈你们的经历一样啊 噓 我们根本就没资格跟他们相提并论 乐平先生说冷静一下 应该是在想要不要放过我们 你别再乱说话了 但如果乐平先生要杀我们的话 当初为什么还要救我们呢 就像他们随便给我们盛查突破进阶 又差点就要扼杀我们一样 在他们眼中 我们跟蝼蚁无异 要杀要留 全凭他们心情 这么晚了还没睡 在干嘛呢 还没睡的话 来打牌吧 打牌 我刚才说的规则都清楚了吗 大概明白了 正如爸爸所说的 这是乐平先生对我们的测试 决定杀不杀我们 那么我开始分牌了 乐平先生 我都得问一句 这个游戏叫什么名字啊 这些牌渗透着一种不祥的气息 正如爸爸所说的 这是乐平先生对我们的测试 决定杀不杀我们 那么我开始分牌了 乐平先生 我都得问一句 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叫什么名字啊 这些牌渗透着一种不祥的气息 哦 这可真难倒我了 让我想想 斗地主这个名字 估计这个世界的人不太好理解 有了 就叫做斗恶龙吧 斗恶龙 什么 斗恶龙 这家伙究竟想怎样 差不多意思吧 两位勇者要合力把恶龙给斗拜 我们可以根据抽到的手牌来决定 做勇者还是做恶龙 果然没错 这是对我们的考验 我现在开始分牌 记得想清楚再选择 看看我的手牌先 你们也快点吧 伊丽弗 现在已经轮不得有半点犹豫了 拿牌吧 是 又是精简 不行 单单拿起手牌 这已经失去所有魔力了 爸爸 对不起 我 没事的 剩下的就给爸爸 你们有人想当恶龙吗 虽然大牌不多 但还是很顺章的 而且还有大小王 不错不错 可以博一下 要是再来一条四根两条A 这把就稳了 我不当 我也不当 你们真的不当吗 嗯 那我就不客气了 就这 乐平先生是对我们的表现不满意吗 我先出牌 一个八 到你 我是大叔 嗯 只要我们通过这个考验 乐平先生就会放过我们 所以不能放弃 这是 每次出牌 原来都是以生命力作为代价 一个这 爸爸 爸爸 爸爸没事 都交给爸爸 我 过 除了王炸之外 七到Q的顺子 三个四带队伍 还剩十个G 对于拆不拆好呢 拆了 对面一张二打下来 我就很被动啊 算了 我也过 真的不要吗 嗯 不要 乐平先生 这是故意要我继续出牌 消耗我的生命力 现在这个情况 我只好把牌 都尽快出清 根据规则 这个组合牌 应该叫做飞龙 嗯 这次代价 是一条嘴 牌越大 代价也就越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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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打出组合牌 是会发起攻击的 哇 我刚才冒犯了 传说中的勇者 死定了 死定了 打得好 乐平先生 你 你 我不要 你继续 你继续 好 我明白了 一个三 过 啊 轮到我了 十 要不起 嘿嘿 六七八九十 狗Q顺赞 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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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